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 好像技巧上比較不好 可是就是 也沒有不好啦 講成這樣 沒有不好是不是 沒有辦法到頂尖 我看的比賽都是那個時代 就是到底為什麼以前 大家好像都喊得出來 很多選手名字 但是現在感覺好像 大家比較沒有在談論這些選手 我其實有問過前輩這種問題 得到現在的結論就是 其實那時候就是主播賽評很厲害 即使他很爛 但你就一直吹 吹到他紅起來 我覺得是少行銷啦 他們可能沒有著重在於 選手上的一些精彩片段 但以前的話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知名的選手 可是他會具代表性的 可能某個角色很強 就是要讓選手記一點啦 其實現在的選手真的很難有特色 他的特色現在很明確只有兩個 他們要回去哭了 就是第一種就是 哇很強你被記住 第二種就是爛到被記住 對可是我覺得 寧可先被罵 等你變強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的讓更多人認識你 我覺得這樣也沒有不好啦 只是大部分選手都 不爭氣啦 你覺得是訓練強度不夠 還是是戰隊資源不多 我覺得戰隊資源這個是藉口 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 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投入 然後要用心 我想問一下 這個選手的精華年紀 大概是17到幾歲 真的巔峰17到 我覺得大概20差不多 只有三年而已 你什麼意思 那我們很多職業隊選手 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賽區的問題嘛 我們就是一直在用老人啊 這個也是年輕人不爭氣 他們沒有辦法幹掉前面的老人 我覺得PCS一個蠻好的點就是 他現在已經有大量這種 學生選手進去 但真的目前看起來 那個學生一進去 都是被課過去的 他現在有年輕這個本錢 但是沒有再多加練 那就是看能不能練起來嘛 那個就要用時間去證明 年紀真的蠻重要的 我現在打囉 跟我大學的時候 打囉差超多的 可是例如說 你笑了嗎 沒事 你笑了嗎 我覺得每一歲就多 0.2秒的反應時間 所以現在世界冠軍的趨勢 都是很年輕的隊伍 好像是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 萌州躲避條 你不能先浪我兩下是不是 要不要來一場不浪 畢竟男生幹嘛浪 怎樣 什麼意思 我們的DOD現在miss一球 被反打一波 有機會喔 有機會 現在DOD血還是比較少喔 小梅太丟 他用一個閃線躲過你的Q 完了完了 沒有沒有 你還有機會 你還有一個閃線 騙他的Q 沒騙到 騙到自己了 有了 沒死 完蛋了 要回家了嗎 要回家了嗎 小梅 回家 要 再來一場 他直播在訂閱我 這個包山 自己口經理輸的話 你就要回去訂閱 安安便宜 OK喔 沒有 我要死 白刀喔 感覺這時候會是 感覺這時候會是 上 沒猜對 完了 完了 這個 有了 死吧 不能越線喔 不要 這個輸音都精采了 拜託這個 穩住 心態穩住 這裡嗎 心態穩住 有了 Nice 一個訂閱 一個訂閱 Nice 我駕到還沒考過 真的 你不要玩輸一個沒駕到的 我駕到一次就過了 唉唷 哇 這個要轉了 這個要轉 哇 有的比喔 到底誰會 他還有這個彎 有這個彎就沒了 會流直白輪很好欸 為什麼 怎麼說 我跟女生去溜冰 我就直接會溜 而且你還可以拖欠他的手 而且你還可以拖欠他的手 而且你還可以拖欠他的手